我是陳可樂 自2016年開始舉辦 油麻地的兩萬眾四法空岸道賞團 有一次晚上啪石船飛橋時 突然停了馬達停車 團長下去撇開過一體 有隻手卡住 在這個導賞團裏我們帶領一些香港市民走過一些基層的生活空間 希望去探討他們為什麼會死在那裏 我們帶領參加者走過油麻地1.5公里的旅程 大概看到12個空岸現場或者是他最後生命終結的地方 慢慢他越來越受歡迎 可能每個星期都要帶一團甚至兩團 2016年我還因此而得了一個感動香港獎 油麻地一向都是龍石混集 技仔、食物、夜總會、桑拿等等 其中一個最有名的是一個紅燈區 陳果的香港三部曲 裡面不少的景都會取自於這些後巷 在油麻地的空岸很多時候都是多些奇情的東西 狐狸狐途就殺了人 或者因一些小事就會衝動殺人 被人覺得是蠢得很好笑 比如說有一個案件是有個弟弟殺了自己的哥哥 而他當街當巷就用一把九吋長的魚生刀 就插穿了他的肺 當官員問為何你要帶一把魚生刀上街 是否你就有願謀要殺你哥哥 弟弟竟然回答 不是,那把刀都是禮物 我打算送給哥哥 其實你真的不知道他那一刻在想什麼 或者他根本就沒有多想 那些案件在網上一搜尋 就已經可以拿到很多巨細無謂的案情 其實有很多案件是要等他判完之後 我們才有多些詳情 因為很多時候是透過記者益測 或者是街坊說都不夠盡 另一方面就是畫路線 都是親身去走幾次 去整理一個比較順路 可以在兩個小時內走完的路程 十五歲少女的被殺案 和家人吵架而離家出走 自己要去做私嬰無特兒 被人殺死了 如果你是父母 當你知道如果你當晚這樣罵自己的女兒 就會成為她生命的終點的話 你還會不會罵她呢 曾經有個案 是有個老伯伯 他吊頸自殺 並且跳出窗外 他的屍體掛在四樓大廈的外牆 對著街邊掛了一整晚都沒有人發現 可能我們真正要問的問題是 為何他們死了 而我們再生呢 我們繁華吹灿的背後 其實有很多陰影 如果你說香港這個城市 是一部大的機器 不斷地噴射靈魂的話 他們可能就是一些渣災 但同時 他們亦都是在這個地方 用它有血有肉的生命 去講了一個有血有肉的故事 我不希望這些故事 白白地成為報紙的一個角落頭畫 透過道想團而令到我真的覺得 死亡是隨時可以出現 而促使到我在二十八歲的時候 就寫好了我的遺囑 我固自然明白到 它當中有很多獵奇 和很多善情的部分 它來了之後 當它直面這些故事 它會自己學到一兩樣東西 你怎樣去接受死亡 你們覺得自己的生命意義是甚麼 賀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